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以及战斗机参数 分析着我军空军的国防实力 以及分析了我国战斗机对其的影响程度 甚至还专门针对我国的军队研究了一份作战报道 可谓费了不少的心血 那美军感到干忧的战舰就是我国正在研发过程中的T-20 也是一台具备隐身能力的轰炸机 甚至在某些方面都可以与美国的P-2轰炸机进行比例的 根据之前透露的讯息表示 轰炸机最大的航程达到了1.3万公里 同时具有超优速力与身分析能力 装弹量也是超过了20吨 其综合性能相比现在的轰6K强了不是一新弹点 最早在2024年的时候都可以进行首飞的测试 轰20公布的数据是很小的 我们可以根据轰6K进行一定的推断 轰6K就是擅长执行远距离攻击 大范围攻击等行动 搭配的最新的常见10系列巡洪导弹 可以精确对10米内的目标进行打击 但就是这样的性能真的要和美国P-2轰炸相比较 还是存在着巨大的差距 美国的P-2是上世纪的产物 也是全球唯一的隐身轰炸机 1.5万公里的航程最多可以12小时 可以到达全球任何另一个地方 其一架的降价达到了20领域美元之多 我国的轰2019既就在L的性能就请我们期待一下吧 好了今天就为大家介绍到这里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